我們新台有一個大學三年學生 三比八 要來找我 說齊教授 我還要知道什麼叫做疫苗 什麼叫做核武器學業 那個學生叫做林輝煩 林輝煩我剛正二月三年 那我那時候就在翻隊伴 所以說我在新台 來替他們這些學生 說什麼叫做疫苗 什麼叫核武器學業 對臺灣有什麼衝擊 什麼人對你 什麼人會受害 因為我們臺灣 所以像我們臺灣 你若對第二位置你去看 你對臺灣 就知道 我們臺灣人 要感到我們幫你提醒 要聽說這個國家 我們是一個很向 幸運的民族 但是 我們的命運 就介在我們臺灣人 到底是做南北條的保育 還是東西條的保育 另外 就是會讓我們臺灣人做東西條的保育 所以 因為你叫日本美國 東南亞歐洲有關稅 議員又沒有收賞 那文書新聞又管 那叫中國 議員收賞 又沒有關稅 那幾年又金 有十分金 這樣下去 我們自己做主任後 我們臺灣的中小企業 農業都崩了 農業 中國的法中法人生 燒到臺灣就好了 我們臺灣 只要交測企業 會變成大企業 交測企業 會變成大企業 那就是有競爭的 那交測企業 會變成有競爭的 那是交測的人第二名 所以這些交測的人 變成中國的大企業 我們臺灣的中小企業 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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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抑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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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日本 叫美國 做主任 不要緊 就像美國叫 麥西哥 做主任 不要緊 因為議員不通 議員不通 他們的服務業 不會全部都進來 但是我們臺灣 調企業 會通 你如果叫他 做主任的 服務業 的模樣 我們會出場 因為議員 在服務業 是很重要 所以 林秘書 剛剛才會說 用台語 要看證 他在別人來 他要用一個議員 可以自己說 你聽他說 他聽他 也好 所以 服務業 台北我們的服務業 都靠議員 交通 所以說 我比一個月就好 我剛才 特定工具 要去英國 撤車 我 英文 我 說就不可以說 英文 我只能看 會想 我英文的聽得不好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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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好 所以我去英國表 過三個月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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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頭髮 不要說 頭髮 要加頭髮 要去加頭髮 要怎麼說 不 要怎麼說 交通 我去台南 我跟台南 替頭髮 都說 老闆幫我加一個 海嘎頭 他就知道了 海嘎頭 各位 海嘎頭 海嘎頭 我去查 海嘎頭 日文 反正英文 要怎麼說 我去查 日英 日電 海嘎頭 的英文 要怎麼說 結果我查 他真的有海嘎頭 的英文 他的英文給我寫 海嘎頭 海嘎頭 就是海嘎頭 這是什麼 原因 因為民族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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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鼓勵他們 日本的武士 去海嘎頭 將他的頭髮 他的行 就是我們這個 水中頭 我們現在說 北娘的水中頭 叫做海嘎頭 叫做海嘎頭 叫做海嘎嘎頭 我也不可能 去跟英國人說 幫我加一個 海嘎嘎 的 style 不可能 說一個 海嘎嘎的 style 大家說 大家都也海嘎嘎 所以說 我 不可能用 海嘎嘎 這就是英文 所以我就在家 想一句 最簡單的英文 我是說今天 這個英文 去國外頭髮 做你家的聲 啊 我自己寫 還要念過六次 我讓我寫一句英文 哪裡注意看 注意聽 Please Cut my head 我讓我一天 跟老闆說 老闆 Please Cut my head 好 這個老闆聽到 Are you sure 都把老闆說 我臨家 明明就連好寫 Please Cut my head 看那頭髮 我緊張 拿那個 臉 拿著做 一頭 什麼樣的 所以 對 這個 家頭髮 就是服務業 服務業 議員 交通 很重要 我們叫中國做自由 母業的服務業 齁 中國的服務業 這裡 燒一大型 無錄 和不保險 來到我們的爭口 就有辦法拒絕我們 所以那個 襲擊我們 我們 撞不了 所以說 我現在出來反對這個 我們不要叫中國做 當勢 的母業 我們的台語 給我們打一個 地匯 為什麼我們要用台語 公開 用台語來這個 我們要用台語 跟我們說一個地匯 我們台灣人 自己會 去思考 去觀察 對 無論你是去台北市的 鐵法街 還是來台南市的 水仙街 水仙街 各位知道嗎 你這樣問說 老闆老闆 你在賣三個月 他會跟你說 我們賣三個月 三個月 三個月 你如果不說 你怎麼不賣三個月 這老闆會跟你說 三個月是甚麼東西呢 我們台灣人就是賣三個月 這個三個月 是中國 在賣的 中國 它賣三個月 它賣三個月 又賣三個月 就是表示說 現在有南北的月 現在有 緯度的差別 現在有理想 所以說 我們都用這個 南北的月 所以就要做 南北 沒用 所以我們台灣的 第二位 這個 第一位 我們台灣人 都沒有去觀察 所以說 台灣 是一個 很幸運 很好的國家 做一個台灣人 實在是 很幸運 民族 怎麼說 好 各位皆さん知道 全世界 這個 台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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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南南風 有三個海底國家 尾州的南南風 叫做 馬達家事家 阿州的南南風 我們台灣 北米州的南南風 是 古巴 是怎樣 是南南風的國家更好 會多國更好 因為威東 郭巴 到台灣 都在北海幾山 馬達家事家 在南海幾山 你這個島 若是偏北 天氣太大 像日本 那島若是偏北 那島若是偏北 天氣太大 跟他發燥 就在冰印尼 八州 你若 北海幾山 叫南海幾山的島 這是世界爭 但是你要是 台禄的東南風 你要是台禄的西風 不行 因為我們地球的主傳 我們地球的主傳輸到 米州台禄 東北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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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州台禄 東北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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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東 海東 西北 西北 有組織,我們台灣獨立,北方日本一億兩千萬的人口,南韓五千萬 西方中國十三億的人口,我們的東南亞離我們的南方六億的人口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離我們的東方,是全世界上台大的經濟區 我們台灣又是一個海洛的國家,直接海溫就有這四個地方 這也大家是加強國保護的,好像台灣有這個地理危機 所以台灣這個地理危機是全世界可以說真的有這個國家可以在海洋的西部 就是台力的東方,還是東南方,都是台灣這個地理危機 所以我們台灣適合做什麼?國政會 所以美國有一個研究台灣的學者叫Jung Kapp 他就說一句英文,他說台灣是在國際貿易 台灣設計好,要做國政貿易,因為這個地理危機太好了 但是台灣的名字,這四百年有文字記載的歷數 他就說,很奇怪 台灣的地理危機這麼好,但是台灣的歷數 他的經濟速率不是必然好 所以說,他就說 他說 台灣's economic history is a cycle of prosperity followed by stagnation 他說我們台灣的經濟是一時好一時不 一時更好,不就一時更不 一時更好,又一時更不 我聽他這樣說了,我看他這樣說了 我去看我們台灣的歷數 真的是這樣 我們台灣呢 在一六二十五年,荷蘭人來 到一六六一年,一六二年 台間的爸爸提醒說,來關照荷蘭人 荷蘭人離我們台灣三十八年 那時候荷蘭人啊,就已經有雞酒,吸收 那有一個地方叫南加沙基,有某一款 荷蘭人的,一六二三年 印尼打白英國 所以拿到印尼之後 荷蘭人,就要來對印尼去雞酒,來做母音 但是,這個洪水太紅了 要對印尼去到日本的休息 人家撒去,那洪水太紅了 要找一個中午的專門店 本來要去找二門 但是二門去,荷蘭人家 因為我來降陪蚵 他來降陪蚵 他降陪蚵之後,冰蚵會將冰蚵的稍前 到那時候,荷蘭人叫冰蚵,達成吉利 說你若要來冬蚵做母音 你要拿去法華之地台灣 所以荷蘭人一六幾十年來台灣 就是我們暗命這樣 你像荷蘭人的旬 叫做西林北索 西林北索 就是湯旬,可風冷 可風冷 所以荷蘭人奪南風 一年的物産來我們台灣 交到我們台灣的物産 甘借湯 落到培 運氣日本 三培以上的價值 各位我們人會想說 日本人靜靠沙 落到培去做什麼 日本人靜靠落到培了 就是他們這個武術的建革 他們武術的建革的來歷 他們的來歷是我們台灣的落到培做 落到培比較軟 去擋著生活 比較不像 比較慘 三培以上的價值 換人靠北方 日本的物産 運來台灣 運去中途 運去東方 運去東方 運去後出 三培以上的價值 所以日本人 叫荷蘭人做這個南北索 幫荷蘭人賺很多錢 所以荷蘭在二十四年到一六六一年 荷蘭的歷史叫做 Gordon Age Gordon Age 黃金四季 荷蘭的國立世界中的就是剛才 擁有我們台灣的三十八年 但是荷蘭人 運氣很差 去回到電信公 電信公出事要來趕走荷蘭人 因為 電信公一六二十四年荷蘭人來台灣出事 電信公來我們台灣 把荷蘭人趕走之後 他就荷蘭去 所以電信公出事要來趕走荷蘭人 所以電信公 在我們台灣沒那麼久 就荷蘭了 所以 統治到台灣的是他的兒子 叫做帝京 帝京是一六六二年來我們台灣 再過兩年一六六四年了 帝京的老師 叫做丹英華 丹英華總結束 這個人出眾接觸 那時候 清條的空氣方法 叫台灣建國 台灣 你如果叫沃淚蘭社群建國 你這個國家我自己建國 但是 各位 沃淚蘭中山國 留給以前叫中山國 中山國因為去跟民調建國 你知道嗎 留給兩萬塊 各位 那古早時代要撤稅 要進口要撤稅 那撤稅的方法 只有算人口 人口罪 所以沃淚蘭為了要向中國進口 撤人口罪 沒有要進攻 沒有要進攻,空虞開始打臺灣 空虞要打臺灣 帝京橋担任法,割臺灣自己僱 那時候日本已經收工了 日本 在1639年就開始收工了 帝京橋担任法,尤其是164年 我們沒有日本給我割 那時候只有美國,也沒有美國 所以那時候帝京橋担任法 割到臺灣的第二位置 去對抗中國 他帝京橋担任法在生去19年 中國打臺灣都打不來 是怎樣?各位你們不知道 帝京橋的律師 帝京橋的武器非常先進,非常強 帝京橋的武器是去把英國買花錢 去把日本買花好 所以帝京橋不要投行那個武器 這是中國打不來 我們帝京橋的武器很先進 我們才有這些錢 我們才有這些錢 就是臺灣去做南北洋的母約 我們在當年國的時刻到南北洋的母約 叫好人家收賞 叫東南洋 叫泰國 做母約 叫日本做母約 我們臺灣的第一位置 就是社會做南北洋的母約 所以當年國非常富強 那他怎麼富 我們如果看中文的車 中文的車都不敢下 剛才有一個人下到的 叫黃色金 這個青條的初期有一個黃色金 來臺灣 這是本台要輸財農 他要賣東南國 他說怎樣 說東南國 泛糧之力 就是國政部的那一例 這歸臺灣 負上奢侈 敬起立 重貞職 相互效仿 他這幾個不可以臺灣人 不可以臺灣國 在我們臺灣這裡 說我們大家要吃好 我們大家要穿好 敬起立 重貞職 相互效仿 各位你要想看看 一個國家經濟不好 是要怎麼來敬起立 是要怎麼來重貞職 所以東南國 你對這個黃色金的記載 你就知道東南國 非常好 要怎麼證明東南國 一家經濟很好 中國都說我們臺灣人 天生愛犯 三年一生犯 五年一大犯 所以我們在青條 世代這樣犯 都是經濟危險 都是人民 真的不能吃 不就是主委會 受驚 林鄉沒有受驚 都是經濟危險 所以我們 日本人來的時候 也犯 青條 也犯 但是 你看我們臺灣的歷史 荷蘭人的孫 還有過分 過分 過分他們的孫兼 但是 東南國 沒犯 東南國 那幾十三年 我們臺灣是 唯一無民變的世紀 為什麼無民變 經濟好 太力變了 經濟好就不用民變 所以東南國的經濟非常好 那他的經濟是怎麼好 就是 東南華的地匯 東南華 他知道做六百共的母業 他那時候 抗這個 中國東南沿海 百分之七十多年 適合做母業 做母業 做母業要不可以 東南華很有地匯 他來到我們臺南 他六十年了 他看到我們臺南的先民 用海水煮養 海水煮養 海水煮養 會燒 會哭 因為海水有十十年 我們無法度過他 所以 彈英法 帶我們臺南的先民 他說 你看 你們臺南 一頭這麼嚴 海水這麼嚴 我帶你們 拍攝 所以 彈英法 帶我們的先民 去鴻鍋拍攝 這鴻鍋 我們臺南海水煮很多鴻鍋 都在彈英法 包括我們 陣 六十年了 還有一個鴻鍋 鴻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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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鴻鍋 那以前 有哪是鴻鍋 拍攝的鴻 就是鴻鍋 叫做鴻鍋